尽管我對RC的骨盆做了一個手術 但還是一樣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伯奇特的變形金剛分享時間 這是我們1261集的節目 今天來給大家分享地球崛起 Earthrise裡頭The Last Class的RC 那包裝盒的話呢就前面的展示已經看過了 就不用多提它了 那麼這一款的話呢 實現了一個所謂的人車分離 這個我們要感謝一下這個官方 先前的話呢在圍城的時候 用了什麼Shockway Ultramegas 還有這個一些銀河科波紋 就是一個Voyage Class的模具 加上幾個配件就把它當成Leader集賣 那我們這一次這個The Last等級的RC 加了一個配件給你 沒有把它當V集賣 我們要感謝一下官方非常有良心 加了配件呢還不給我們加價 我們要特別的表示感謝 那麼這一款的話呢就RC嘛 這個人物就非常有名啊 可以說是變形金剛旅頭 應該是貨真駕駛的女一號了 雖然最近幾年呢 這個豐刃的一個生 這個知名度呢也是大幅的提升 但是以這個經典度啊 還有這個在米友之間 心目中的一個地位來講 RC還是比較 比較巨額代表性的 那麼這一款的話呢 將車型態的一部分的 直接的呢 變成一個飛行的一個 不管是踏板還是什麼來著 當然你也可以呢 做出一些更加動感的一些動作 比方說你要做出一些 射擊的動作啊 你還是可以做得出來的啊 我們就是啊 利用這個地方啊 圖跟他這個結合 來給他做出一些更加動感的動作 不過呢我要提一下 以我手上這一款的話呢 它的一個這個啊 我手上這款RC啊 它的一個膝蓋這個啊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買了幾款啊 都是膝蓋的話呢 比比較偏軟一點點 所以導致於說呢 這個把玩的樂趣度上呢 是有一點點小小的一個打折扣啊 我們把它扣一下 可以給它做出一些 像是奔跑的動作 那由於這個本身的話呢 這個踏板的話呢 還算是比較穩固一點 不然我們換個腳好了 換扣這樣 重量把它平均一下啊 也不是說 它把它分成這樣啊 你要是會玩 你有心想要給這個玩具加分的話呢 它是一定都能夠加分的啊 並並沒有說那麼樣的一個不堪啊 或者是讓它一個奔跑 然後對側邊做一個射擊 那這腿的一個奔跑動作呢 你可以做一點簡單的一個小調整 OK 你沒有發現 其實你會要求啊 你會擺動作的話呢 就沒有問題啊 就經常給妹子拍照的話 你就很知道怎麼給 這個女體機器人的擺動作啊 通常是會把女體機器人擺動作 就知道怎麼拍妹子 但是我可能是剛好反過來 那這一款的話呢 就不再吐槽它的背包了 而且背包真的非常的大 以目前這個樣子來看的話 是已經把一部分給取掉 那你可以看到後面 其實這個囤形還算好看 然後這個地方啊 不知道為什麼它這個裂縫這麼大 那我有試著把這個螺絲鬆開之後呢 重新的呢再去組合 但是呢 儘管我對RC的骨盆呢 做了一個手術 但還是一樣 這個縫還是在 它就是沒有辦法鎖緊啊 所以我就放棄了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跟我一樣的一個狀況 那玩具的可動的話呢 那頭部呢是一個球關 但是因為它下方造型的緣故呢 幾乎沒有上下左右轉的餘地了 手臂360度的轉動也是沒有問題 那二頭肌也可以轉動 手肘啊 約90度 那手腕的話呢 是只有這個招財貓的一個可動啊 並沒有其他等級的一個可動啊 腰身也是可以轉動的 腳前後左右踢沒有問題 而且呢不是球形關節啊 這也是地初跟圍城系列 維持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傳統啊 但是呢這個打毛釘的這個膝蓋啊 兩腿都是偏軟的 那腳的話只能前後動啊沒有左右動 然後呢這個背包的部分呢 跟本體可不可以合體呢 當然是可以合體的 我們先講這個槍好了 這個槍 一把小槍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翠玉白菜的配色 我完全不能理解啊 你拿著國寶幹什麼呢 好啊 那我們就把這個背包的部分呢 先啊簡單的呢 做一個簡單的合併吧 如果你要把它合併起來 就是這兩個部件合起來之後這樣翻過來 第一次翻的時候呢這個關節啊 翻的時候是感覺有點驚心動魄的啊 但是習慣了就好了 沒什麼問題的 那在變形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啊 這個地方啊 是要記得啊 這個地方 這個白色的部件啊 這裡先跟各位講好了 因為趁這個時候這個地方還可以 還是鬆動了 先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變形的時候呢 這個白色的這個部件 啊 是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軸啊 請記得利用這個地方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先把它給扣回它的一個背上 那扣回背上的時候呢 是這個轉成這個形象 這個形象 為什麼呢 這兩個凸啊 這兩塊 這兩塊凸我們需要它 然後這個地方 是靠近身體這樣可以 這樣子插進去的 那它的這個這個地方 有一個彈簧 有個彈簧 它這個地方會提供個空間給我們 那你要先扣左邊右邊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啊 就從這個地方呢 給組合進去 它要是有一個 啊 類似於滑槽的一個位置 這樣這樣 一個滑槽的一個位置 從這個地方 OK啊 我們盡量就是扣進去啊 然後另外一側的話呢 因為它是有一個空間的 所以它的一個 啊 其實你也不用特別在意 有沒有這個空間啊 這個 基本上這個韌性塑膠 韌性是完全足夠 你把它扣進去的 然後呢 這裡兩側的這個 凸根奧 再把它給扣進去 啊 這樣一來的話呢 我們的一個全副武裝 重裝備的一個RC呢 就算是 啊 組合完成了 那它的腳底板 腳底板做很大 你看到了啊 腳底板做很大 沒有問題 膝蓋太軟啊 一個不小心就往後仰啊 這個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手上這款的這個膝蓋 就是特別的軟 行 那這個就是它的一個 嗯 完整形象 夠大了吧 那我們來進行一下它的一個 變形過程 它的身體部分 曼妙的身材呢 是不容破壞的 它唯一需要變形的地方 是把這個外擺內術的位置呢 給旋轉 大約180度 大約啊 我正講大約 它其實還是要轉成這樣 是有一點點外 有一點點外 有一點點外 巴的這個感覺 有點外巴 然後這個地方有一個雙洞關節啊 待會的話都是需要做調整的 好你大概知道這個樣子就行了 我們就開始進行變形 手肘的話呢 請把它轉到這樣的 你要是 直接這個方向就對了 好 那我們就把整個背包先給解開 解開之後的話呢 這裡翻轉180度到這兒 然後呢 將內部的這幾個關節呢 都給啊 這幾個部件給翻出來 那我自己的話啊 這幾個部件 你看到這個地方是有個突根的 但是我覺得扣的都不是很緊 啊 一旦變形成車子之後 我覺得扣的不是很緊 然後背部有個雙洞關節啊 拉開 然後你看到這裡啊 這個地方 這塊粉紅色這個部件 等一下是往下面突進來對不對 這裡有個突突進來 它是要扣進RC 背後有個洞 是背後的洞啊 不是這個洞啊 背後這個洞 這個洞我用過了啊 你要空這個洞啊 那個洞還沒有用過啊 不對 那個洞是給這個專用的啊 好 我們就接著的話呢 把這個背包這個部分 給做一個打開 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 把它給翻出來 這裡 好 翻出來 另外一側也是一樣 從這 把它給翻出來 那這裡翻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 好 然後 然後 這裡還有一塊 也把它給翻出去 按 它是到對於那個小卡 但是我 我覺得都扣不緊 然後就是 接下來就是把這個雙洞關節 把人推到後方去 再來的話 由上往下 從這裡按下去的時候 那個突呢 就會扣進RC的一個 背後的那個洞裡頭去啊 這樣子 如果對得準的話呢 就會扣進去了 這樣子 OK 整個壓進去了啊 我很明顯的感覺到它進去了啊 好 這個時候呢 把手臂的話呢 從這個地方塞進去 那這個手肘是要有一點曲的 因為表示說你確實有塞進去 確實有塞進去 這個也是一樣的 好 這樣子 等我都扣進去囉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把這個 腳的話呢 給塞到這裡 這是非常奇葩的一個變形過程啊 相思命案的一個感覺 那這個腳放進去的時候呢 我的感覺啦 你要利用這一代的雙洞關節 跟這個外擺內術的關節呢 我的感覺它的最 最好的一個扣法應該 總而言之的話呢 最後的一個角度的話呢 它大概就是 以這個形象 就是有一點點外巴的感覺 大概是這樣子扣 那腿的話呢 極盡所能的把它往內壓 那以這個情況下的話呢 變到這個程度來講的話 應該是就不會有一個 拖到地板的一個感覺 其實這一代的一個變形呢 其實非常的迷啊 它根本就沒有一個一定的一個標準 然後側邊這裡的話呢 我覺得啊 一握手上這一款我怎麼樣 都不可能把它給密合 怎麼樣去扣的話呢 這些部分的話呢 都沒有辦法卡得很好 那這個槍的話呢 原本以為要扣上面這個 這個圖其實不對 它是直接是槍柄這個地方 直接插進去就可以了 因為它根本就碰不到地面 而且如果你扣另外一個圖的話呢 它是鬆的 稍微搖一下它就會掉下來這樣子 其實你看輪胎還比它還要再更低 基本上問題也不大 那這個車子的一個裂縫的話呢 我真的也 也不是很想再去做一個什麼 去研究去調整它 它就是這麼 就是這麼樣的一個無言的一個 一個車型態吧 這個比起之前那個IDW的話呢 這個可以說是各方面的一個 儀表板上面的白色的漆也沒有塗得很好 失望程度還是比較多 然後這個面部的話呢 我之前有發一個動態啊 我這變形的時候呢 我是有把它給轉到另外一側去 因為我不想讓它吃土 就轉過去之後 沒想到後面其實 感覺好像是另外一張人臉的感覺 一點非常苦瓜臉的感覺 一點無奈的一個感覺吧 這個可能就是我現在錄節目的一個表情啊 載具就這麼樣吧 我只能說這個 這個玩具就是你要你要會玩 它一定有得玩啊 那就各方面來說就是一個車包人 這個也真的是正版才敢這樣賣 如果不是正版的話呢 做成這樣大概是 直接就是直接被市場消滅了吧 這個呢 也給各位呢 做一個 也是一個人生的一個小社會經驗分享嘛 記得啊 做什麼事情呢 要名正言順啊 名正言順的話呢 你在很多灰色地帶的 你可以取得話語的勝利權 那今天各位 請到這邊 非常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各位節目